HELLO 大家好 我是騰琳 那在開始之前我想要先分享一件事情讓大家笑一下 我在準備這份報告的過程中 我一開始覺得我想到一個很厲害的名字 因為誰是KL這短短五個字 就是我用了雙關 可是結果我跟我的同事分享的時候 他們都說我寫錯字了 然後就很崩潰 然後說這麼明顯的東西怎麼看不出來呢 就是在場有沒有人是一看的時候就知道說 這邊有用雙關 對嘛他們真的是很沒有sense 那為什麼想要做這次這個分析呢 其實是因為這次的選舉的風向很亂 因為有候選人會選擇民調蓋牌 就是說他跟他的支持者去呼籲說 接到民調電話要說支持另外一個候選人 另外又一個是有網軍在帶風向的議題 所以我就在想說有沒有辦法透過一些方式去找出一些網路上面這些意見領袖 是哪些人然後他們到底在討論哪些事情 那開始之前就是來一個小調查 在座有沒有人在公司的職務是擔任專案的PM的 對那你如果是專案的PM的話 其實等一下的報告你可以去留意說 我們可以去想說我們公司的產品裡面的客戶有哪些人 那哪些客戶這些客戶的重要性又怎麼排序 還有說他們又是怎麼看你的產品的 那如果你是分析師的話呢 那你就可以去就是想說PM跟你提這些需求的時候 那我們就要知道說 那社群網路分析要怎麼做 那怎麼做文本分析 然後怎麼樣把SNN跟NLP的分析結果結合起來並且視覺化 那這是我的資料 這是跟大家比較不一樣的是念社會學 社會學背景的分析師 然後目前在國泰史華的數據部工作 如果對於今天的報告有問題的話 可以寫信到我的這個email 那email也會放在簡報的左下角 在官網派抗的官網上面我也有放簡報的連結 有問題都可以跟我聯繫 那工商以下就是 昨天我們公司的Tiffany有來這邊說 其實我們國泰景控很積極的在做數位轉型 那我們的應用場景 落地場景除了有銀行、人售 然後還有產險、證券等等的 就是另外我們也有跟很多的產業在做一頁合作 在談合作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要打造亞太最頂尖的 數位數據科技的生態圈 在這個目標 因為公司有這個目標跟決心 所以說如果你們來加入我們的話 其實不用擔心像是軟硬體 或者是人才 或者是分析環境等等 這些問題都不用擔心 而且加入我們的話 你會有100位的跟你一起做資料科學分析的同事 那我們商業分析科的任務其實就是去規劃和推動一些 數據驅動的專案 然後去幫助銀行或者是各個子公司去推動這些專案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會後其實討論 等一下報告結束也可以來找我討論 今天會跟大家分享的議程是這個樣子 就是大概30%的時間會去介紹說我們的專案 要達到怎樣的目標 然後為什麼要用SNA 那在30%也會討論怎麼用SNA來找出KRL 20%的時間是用NLP來分析來萃取這些KRL 他們在討論哪些話題 最後是一個總結就是把兩個分析結果視覺化結合在一起應用 那跟大家開始做專案介紹 就是誰是KRL 就是說我們平常在談KRL的時候 其實是想到左邊的這種博恩這種很大型的KRL 可是其實還有另外一小群人 他或許沒有像博恩這麼大 可是他的數量卻比這種大型的KRL還多 他們平常常在就是 我看一下投影筆 他們平時是常在貼文下面的留言串 就是說其實像這種人 他其實也是也獲得很多廣大聯友的一些回復 或者是按讚 所以說其實我們在分析的時候 除了要關心 除了像以前那樣關心大型的KRL之外 其實小型的KRL 他雖然影響力沒這麼多 可是他的數量卻比這些大型的KRL還多 那我們可以把它加在一起做我們的分析的對象 所以說我們的專案目標是什麼 專案目標其實就是說我們來用S&A去找出我們的KRL 就是再從這些複雜的社會網路裡面把它們找出來 第二個目標是我們來用NLP去看他們在網路上面都說了哪些話 然後去找出他們討論的話題熱門的話題是什麼 那就是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那為什麼要找KRL一定要S&A嗎 其實我們過去會想說找KRL 我們直接看他的留言數量或者是按讚的數量不就好了嗎 可是其實最近特別是在網軍的特別是在選舉的過程中 我們看到很多像是有買讚的或者是假帳號的問題 這些都會干擾到我們這些用傳統方式來找出KRL的 會誤導我們找出這些KRL 那他們會營造出一種說 你看不是只有某個候選人或者是某個團體這樣子看 大家都這樣子想 這時候如果一些就會影響到一些其他人對於某件事情的看法 所以說為了要了解就是說 這個到底S&A全到底是怎麼運作 就是網軍或者假帳號這個S&A全怎麼運作 那我就上了蝦皮購物Key這兩個關鍵字就是Facebook讚 那我們就會看到我這邊是挑一個銷量比較好的一個商家 其實有很多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原來讚跟留言是可以買的 那像是最上面這個 100個貼文其實是40塊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在講說 他們想要營造一種大家都這樣子想 然後去帶風向的人 那另外一個很有趣的事情是 這邊有一個真人站和真人的留言站 有人知道為什麼要特地區隔出真人跟沒有真人嗎? 其實系統註冊的帳號或者是系統的點擊站很容易被抓 就是說被抓之後就被砍帳號 那他們就會想說那我是不是乾脆用一個真人去賣一個真人的點讚 那就沒有這個問題 比方說遇到recaptra或者是一些城市在偵測的時候 那真人就直接點掉了也不用擔心這些問題 所以說這個是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發展出除了原本的賣讚還有多一個真人站的商品 這種真的很過分因為想要嘗試就是誤導我們的想法 那我這邊是為了做研究 我自己也去買了100個買了100塊 我不是自肥 對就是買100塊之後 你在殺皮買100塊 大概一個小時之內他們就會 一個小時之內他們就會完成他們的服務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我之前就是我的提案被接收的時候 我就發一個貼文 就在Facebook上面發一個貼文說 讓我們一起認真的用資料聊八卦 那擺了大概一個禮拜吧 只有七個人按讚 然後那個游會真的是我爸 就是我的鐵粉 那就是 就是為了做研究 然後買100塊 然後就一個小時內就到710個讚 這時候你身為一個一般人 然後繼續滑 比方說滑到我的臉書 然後看到說 這一則天文有710個讚 那好像就會覺得 這個演講好像很厲害 很有這麼一回事的感覺 可是實際上沒有 所以說 所以說 SNA在做什麼 SNA是想要排除掉這種狀況 就是我們要 如果是系統假帳號的這種 幫你按讚的話 我們不希望被這種誤導 我們用找出真實的意見領袖 找出真正重要的人跟貼文 那在做這專案其實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用Python 就是比較偏資料工程 你要需要一個爬蟲程式 然後我在這邊用的是Request 跟BeautifulSoup 其實網路上面有很多 有很多人在分享說 怎麼用Celine去爬Festful 可是其實 除了效能的問題 然後還會你用Celine抓的資料也不完整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們會有可以再跟你們分享 另外一個部分是在做SNA跟NLP 主要我用的是IGRAPH跟SKREM 就是主體模型 那完整的程式 我都放在這邊的GitHub上面 如果大家有興趣也可以去看 那我們來看說Facebook上面有哪些資料呢 其實Facebook上面我們典型的就是 這邊是蔡英文的貼文 那貼文下面其實就會有一些留言 留言跟下面的回覆 所以說我們用這些資料 我們可以去抽取出 說誰跟蔡英文有講話 那還有下面的回覆 也有跟上面的Johnson講話 所以我們就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抽取出 說誰對誰說話的這個關聯 另外一方面其實每個人 他又有說話的內容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去做 自然原主義的分析 就去找出來說他們在討論什麼 像這個人他可能就會 對關心的是比較香港的民主議題等等的 那最後面其實我們會整理出這兩張表 我把它叫做是互動資料表 跟留言資料表 互動資料表記錄的是說誰跟誰有互動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邊我有做姨馬 因為保護個子的關係做姨馬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有一個像Bill 他跟蔡英文有講過幾次話 講過一次 然後這邊有一個Vicky也是跟蔡英文講過一次話 那留言資料表的話 他記錄的是什麼資訊呢 他是記錄說誰在幾點幾分幾秒 然後講了什麼話 像這個人是謝什麼 然後他就會說送三到了送三的時刻到了 那這邊也是再補充一下說 為什麼是抓11月 這邊使用時間是11月1號到1月10號 為什麼是抓這個時間點 是因為宋楚瑜在這個時間點才宣布參選 在這個時間點之前 他其實沒有花太多心力在經營Facebook 所以說考量公平性就是 統一把三位候選人的資料時間都陷在這個時間範圍裡面 好 整理出這些資料之後呢 我們其實就可以做社群網絡分析了 那我們要 剛剛是講說要用SNA找出重要的人 那我們就是 SNA他其實在找重要的人 他有常見的有四種指標 一種叫Degree 那他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他的定義 後面會再舉例說明 Degree他其實算的就是說 你跟幾個人的接觸 就是說從他的角度來看說 你跟越多人接觸的話代表你越重要 另外一個是Crossness 就是說 他是去算說 你到其他人的距離 就是你們這個圈圈裡面 其他人的距離是不是都很短 那如果代表說你到每個人都很近的話 代表說你是一個重要的人 那第三個是Between is 他是去算說 A點就是說 我這個點到其他所有人的點 他先去找最短距離 那找到最短距離之後他去算說 如果有一個人 他被最短距離經過很多次 代表說他是一個很重要的節點 那最後一個是PatchRank 他就是去想說 他是拿InLink 就是說InDegree去反覆的疊代去計算 然後去找出一個重要的節點 那我們要怎麼理解這些不同的指標呢 我們可以看就是台北捷運的地圖 那Degree剛剛說是 看他跟多少人有接觸 所以我們看 我們就比台北車站跟迴龍捷運站好了 那台北車站他身邊有四個節點 就是跟他直接聯繫的四個節點 可是迴龍捷運站只有一個 所以說從Degree的話就會去講說 那因為這樣子計算 所以說台北車站比迴龍車站還重要 第二個是Crossness 就是說他到其他所有的節點的距離 是不是很近 就是說我們看 因為台北車站他本身就在捷運網路的中心 所以他其實到每個點都很近 但是迴龍車站他就不一樣 因為他本身在邊嘴 他到另外一邊的話會特別的遠 就是說用Crossness的話也一樣會得出來說 台北車站比迴龍捷運站還要近 Betweenness的話他是剛剛是講說 最短距離的經過次數 所以說這種指標其實偵測出來的是說 如果某一個節點 比方說名權西路好了 他這種節點消失的話 那其實後面這些站都跟整個捷運的網路就斷掉了 就沒辦法再繼續聯繫 所以說如果這種Betweenness的話 我們會得出名權西路其實很重要 因為他在最短路徑被經過很多次 然後最後PatchLink其實是說 他會去算說 他不只看說InLink 就是說多少人跟你接觸 他還會去看說你身邊的人這麼重要 那舉個例子 就是像是這個散導市好了 散導市旁邊是台北車站 然後跟另外一個是丹鳳跟迴龍 就是說如果旁邊是台北車站的捷運站當然比較重要 或者換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在網路上面我如果被蔡英文留言 或者是被一個假帳號留言的話 我們也直接就聯想知道說 其實蔡英文的留言互動是相對重要的 所以說在這邊也是在簡單介紹一下PatchLink PatchLink它其實是在做網頁的排序 那為什麼他們網頁要做排序 其實因為網路上面的網頁數量太多了 所以說我們就要去 而且這個會直接影響到公司的獲利 商商業利益 所以他們就要去把網頁的品質 就是說重要性做排序 那他們的想 他的想法就是說 當然他承認說InLink越多當然越重要 但是呢 如果你來自重要的網頁 那當然的引用應該要更重要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被蔡英文引用 會比被一個假帳號引用來的重要 那翻人白話文其實就是說 如果用PatchLink這個指標的話 如果是一個被不重要的節點 像是假帳號 被一直去創造 跟某個候選人的互動 用這個指標其實來看的話 這種互動其實都是沒有價值的 因為他本身並不是一個重要的節點 在這裡我就把 剛剛前面提到這些指標去做計算 然後去假種做排序 那其實這邊並不是要說 總分越高越好 而是去幫助我們從不同的面向 去了解這些社群網路上面的意見領袖 像是我們剛剛說Indigree 是你多少人跟你互動 我們可以看到說 因為是抓三位候選人的粉絲專業 我們可以看到蔡英文、韓國瑜 跟宋楚瑜人很多 那第二個是Out Degree 就是說你跟多少人互動 這種其實就蠻奇怪的 就是到底為什麼有 到底什麼事情讓他想要跟這麼多人 去講話這樣子 可能是要宣傳某個理念 或者是可能是熱中的政治分子好了 像是這種我們就看到像是這個珠珠 就是這裡 這一串的人其實都是Out Degree的分數很高 那另外還有一個Betweenies Betweenies剛剛是說 它是最短距離被經過的次數很多 那這種其實人也很重要 因為這種人消失的話 連友跟候選人的聯繫其實就會中斷了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這邊Alan跟蔡欣欣那樣子 就是它的Betweenies很高 所以說在這邊 我們最後選擇的指標是用PatchRank 因為考量的原因是因為有網均跟假帳號的關係 可是其實這些指標也都有它的意義 也是如果想要進一部分析的話 也是可以去挖掘出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那我們找出這些意見領袖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它互動網絡就畫出來 那這邊怎麼看這張圖 其實就是說 每一個點都是一個意見領袖 那一樣是因為各自的關係 我就沒有顯示出它的名字 那每個點都是一個人 如果點跟點中間有連線 代表說他們中間有互動 那箭頭的方向就代表說 像這個人的箭頭往這邊代表說 他有跟他說過話這樣子 那這個圖我們就可以去把一些 找出一些我們很常見的人 像是三位候選人 然後有一些政治人物在上面 立法委員 然後有一些網路上面的名人 那要怎麼去理解這些人在網路上面的位置呢 其實SNA它在做視覺化的時候 有一個大的原則 它的原則就是說 如果點跟點中間有連線的話 那他們應該要很靠近 那如果是沒有連線的點的話 那就讓他們距離遠一些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說 這邊有 比如說林昌佐、陳菊、王美惠跟陳菲 他們在下面 那代表說他們其實是跟蔡英文有互動 可是因為他沒有跟韓國瑜有互動 所以說他會在下面 那上面的話其實就是像張榮發跟陳柏惟 他因為跟韓國瑜有互動 所以說他們會在上面 所以說這時候其實就很有趣的地方在於說 我們可以看到說 因為有互動會變成一個圈的話 我們就看到說 蔡英文這邊其實有一個圈 就是跟蔡英文有互動的人 韓國瑜這邊也有一個圈 是跟韓國瑜有互動的人 那中間就有一群人 是同時跟兩邊的人都有互動的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進一步的挖掘說 到底這群人他們是誰 然後他們在討論什麼話題 為什麼會吸引兩邊的人跟他有互動 另外一方面我們可以去看一下下面的這些人 他在講什麼話 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像是林昌佐剛剛是說 他是跟蔡英文有互動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是講說 謝謝小英總統 就是來參加我們的 來鬥熱鬧之類的 那上面張榮發也是跟 他是比較支持韓國瑜的人 然後他也是說 謝謝韓總統 或者是 就是支持他的言論這樣子 可是我們如果繼續往下看的話 我們會看到說 陳柏惟 我們想像中 他好像是比較反對韓國瑜的人 他為什麼會在上面呢 我們去看他的留言 我們就看到說 他是說 高雄失去了市長或者是難民法 就是在談一些香港的議題 他認為是 台灣中國是一邊一國這樣子 所以說 這時候我們如果只是單純從 這個互動的次數 就是單純從SNA的角度來看的話 我們就會發現說 我們就會誤以為說 好像陳柏惟是跟韓國瑜的關係很靠近 可是其實不是 因為跟你靠近並不代表 也有可能在反諷或者是 調侃之類的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再進一步去做一些自然語言處理的分析 去看說他們到底在討論哪些話題 那這邊其實是一些比較基礎的NLP的流程 像是你要去一個收集語料 那做一些預處理做特徵工程 後面我們做一些特徵轉成 因為是把一些非結構化的自然語言 就是說他說過的話文本 把它變成是電腦可以解讀的文字的矩陣之後呢 就是看似你要做磁頻矩陣 TFIDF或者是磁向量 轉換成電腦可以讀懂的格式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訓練模型 那訓練模型其實簡單分的話就是分 如果你的資料是有Label 就是說我想要知道說它在討論什麼事情 以及每一個留言都已經有一個標籤的話 就直接用文本分類模型最準 那你如果是想要知道說 它的留言是比較正向支持的還是反對的話呢 其實我們可以用情感分析來做 那如果你是像我這次是想要做 看說KOL他們到底在討論哪些話題的話 那你就可以做主題模型 另外還有很多一些深度學習的方式 像是文本生成啊或者是一些文本摘要等等的 那因為這比較細就不在這邊多說 那我們在這邊做主題分析的話 其實做完斷詞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邊說 每一個人說過的話 然後斷詞後的結果 那LDA在做什麼 LDA是在做文本去萃取它的主題 就是說我們跑完LDA之後 它會跟我們講說 這邊有一組關鍵字 一個主題的代表關鍵字 比方說這邊會看到說 烙跑六字大吉草包高雄 那代表說其實這一群文本 它可能在討論韓國瑜的代字參選 那另外有一些 一個主題是在討論說 英國倫敦博士論文 那我們其實如果在關心 整個選舉過程就知道說 中間有一個博士論文的風波 那另外有一些像是國家認同的問題 那這邊也跟大家分享一些 在做LDA的一些小技巧 就是說LDA它其實需要花一些心力去做調整 才能夠跑出比較好看 或者是比較容易解釋的模型 那這邊小技巧就是說 比如說有三個 一個是去除重複 因為網路上面 因為它留言的成本太低了 不像我們發簡訊可能要收費 因為網路上面一直複製貼上 所以說要適當的去除重複 就是如果它說話的內容完全一模一樣 然後你就把它Distink掉 那另外的是LDA 它比較適合分析長文本 可是網路上面都是短文本 那你就可以去把一個人說過所有話 把它Concade在一起 那後面是一個限制的詞頻 這個會根據 舉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分析是分析總統大選 然後假設100個人 每個人都有提到台灣或總統的話 那所有的文本都提到一樣的詞的話 那代表說這個詞對你的區變的意義可能不大 所以說你就可以適當的去限制說 出現次數太多或者出現次數太少 出現頻率這樣子 太多或太少的文本 後面其實跑出來就是剛剛提到的一些範例 像是有戴智三選播室論和國家認同 另外還有一些像是 一些討論韓國瑜就是負面話題 或是庶民總統 或是幫小英加油等等的議題 那這時候其實我們就已經把每一個人 他喜歡討論哪些話題的Label做出來了 後面我們就可以去把這些去加回去我們的SNA的分析圖 那分析圖的話就可以長這個樣子 那這就蠻有趣的地方是 我們在看到說不只有互動 而且知道說每一個人他在討論什麼話題 所以說我那時候就在看說 蔡英文他這個圈圈很多是在討論香港的民主議題 那韓國瑜這邊圈圈好像比較多是在討論那個負面的一些話題 像是剛好看到一些像是新裝啊豪宅啊等等的東西 所以說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關心說 去回應一些在選舉過程中有一些像是新聞他會去討論說 韓國瑜的網路聲量比較高啊然後等等的 其實我們從這邊圖其實可以看出來說 韓國瑜的圈圈好像比蔡英文這邊大一些 可是如果你去做一些NLP的分析的話 你就發現說怎麼都是比較討論這些韓國瑜的負面話題 所以說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其實圈圈很大並不代表就是支持你 或者是你很多支持人 那就是並不代表說很多人都支持你 因為他有可能在討論你的不好的事情 那另外一個是剛剛有說中間有一群人 他是位在網路的核心嘛 那我們也可以看說其實這群人他主要在討論的是什麼 是在討論蔡英文他這四年來討論的政績的執政表現好不好啊 然後還有國家認同的議題 還有一些韓國瑜的負面話題這樣子 那這張圖其實還沒有很漂亮 就是還可以再做一些美化 就是讓他比較更好看一些 就是用SNA跟NLP的話我們就可以做出這種圖 然後可以很快速的跟長官報告說 我們的產品或者是經驗的產品 那客戶哪些人他們又是怎麼看的 SNA還可以去做一些更多的應用 有人是分析社群的資料嗎 那如果你是分析社群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去找到然後去認識一些網路上面的意見領袖 那有電信業的人嗎 我看到 電信業的話其實就是 我們電信業常常會去把一些打電話打很多 就是播出去的客戶 就是把它當作重要的客戶 因為他直接貢獻了電信的營收 可是其實從 用SNA的角度來看 他會覺得說 Inlink 或者是 PageRank 可能會找到完全另外一群客戶 那金融業最近也是很多 禮專去偷客戶前的 就是挪用客戶資產的新聞 其實用SNA也可以去找出一些禮專有沒有異常的金融 那客服的話其實就是 客服會追求一次把問題一次解決 然後希望減少問題的重複進線 那其實你也可以用SNA去把每一個服務歷程當作一個節點 然後去看說到底什麼服務會接到什麼樣的服務 就是得下一個服務是什麼 那電商其實這個就很有趣 因為電商很常去舉辦抽獎的活動 去讓客戶去增加品牌的認同 可是抽獎的時候 你可以去想說 把這個獎品給誰可能會帶來更大的價值 你可能就如果想到這個問題 你可能就不會讓大家都是平均的分配這個中獎機率 你可能會稍微挪動一些把重要的人的中獎機率提高 那另外就是如果大家有想到一些更多的營養的話 其實也都可以寫信給我跟我討論 那希望大家聽完今天的Talk 可能留一些守候 謝謝大家 好 那我們大概有兩到三分鐘的QA的時間 現場有沒有惠眾想要問講這個問題 好 那位先生好 就是在跟主管報告你最後的發現好了 就是通常主管而言 就是你視覺化很清楚的知道說你的發現 通常而言就是接下來是那個 What is the action order item 就是說你接下來可以怎麼做 或是主管會建議你怎麼做 謝謝 我們公司的例子可能不太適合直接講 可是我之前有聽說 像是某個銀行他會去網路偵測網路上面的輿情 然後他會看到說網路上面大家都在覺得說 某張信用卡給的優惠不夠好 那跟長官討論之後其實就可以去對產品做一些油畫 或者重新設計 下一位 高雄真的好棒棒的這種話 可能正面跟負面是很類似的話混在一起 那種有辦法處理嗎 對 像是像我在分析的時候 舉個這個例子 像其實真的會有些人去講說 唯一支持韓國瑜當高雄市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對 那這種其實就 確實是比較不好處理 可是 就先把那個 我覺得先把大的框架做出來 然後 後面可以再做一些事後的修正 對 我們再開放最後一個現場問題 有嗎 現場徽宗想要發問 OK 那我們再看一下那個 slide上面有 徽宗有提到說 也是NL反串的部分 那剛剛也有 講者也有回覆到 那 底下還有第二個問題是在講 剛剛SNA有四項指標 那 是可以混著用的嗎 還是說通常是挑一種去使用 我覺得要 我剛剛再補充一下那個反串的 再補充一下就是說 像我這邊不是單純拿一則留言去做LDA 因為我是把 因為特別是意見領袖 他會有很多則留言 那他反串的話可能不會 所有的留言都是在反串 他可能還是需要跟他的支持者 去講一些話 所以說 當你的留言數量比較多的時候 其實還是可以去萃取出來說 他主要討論的話題是什麼 那 剛剛那一個是 問題是 SNA 四個指標 對 我覺得四個指標有不同的使用時機 那像是你如果是分析課程組織 就是說公司的組織架構 像是可能公文怎麼傳送好了 你就可以去做用Betweenness 或者是Crossness 去找出來說誰是重要的人 那如果是這種註冊成本很 就是帳號取得成本很低 身份取得的成本很低 像是註冊隨便就可以註冊一個帳號的話 其實就蠻適合用PatchRank的角度來找出誰是KOL 那我們再一次用熱烈的掌聲謝謝我們的講者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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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